好继续我们来讲解农场打工记的内容 我们看讲到这个地方了 at first 首先 这个地方我们要稍微注意 有的同学可能会疏忽掉了 那同学可能会写到first of all 那么first of all是用在表达几个方面 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 那如果我们讲时间讲到时间上 好一开始那我们就要用at first at first是讲时间的 好那么或者是in the beginning in the beginning一开始这个就是时间的 那最后呢at last 这就是表示时间的 那这个first of all 这个首先此外besides 最后finally 那这些是表示顺序的 表顺序的 有没有 好第二个叫besides 那么最后呢我们可能会用finally 最后一点用finally 好那像这些 要分清楚这个是表达顺序的 这个是表达顺序第一第二第三 这个是首先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是时间性的 所以一开始啊 i thought it would be an easy task 我一开始我就认为说 我一开始我就认为说 哎呀 it就是walking part time 这个打工帮一个忙啊 哎呦那是一个easy task 很简单的工作嘛 对不对 好怎样怎样很简单的工作 这个不太容易写哦 因为这是名词 名词后面接了一个letter指句 你猜这个letter指句是做什么 做什么用的 这个就叫同位于 这个简单的工作就是在后面这个内容 这个后面内容就是指an easy task 简单工作 那内容相等的 这个就叫同位于 好 它的内容就呈现了说 all I have to do 这是主词 这是名词子句的一个主词 动词在这边 was standing 还有 was watching was神略掉 这里还有 好 就这样 然后受词 cabbage 那受词补语 grow ok 就这样子 所以 他说太简单了 all I have to do 我必须要做的工作 就是 standing there 站在那个地方 and 然后呢 watch cabbage 然后看着这个高丽菜 grow 长大 高丽菜 种下去之后 那个长得很快 水一下去 它很快就长大 这个就是 他所讲解的 一个 一开始就认为 哎呀太简单了 我只要站在那边 看着高丽菜长大就可以了 转了 没那么容易的啦 所以内容相反了 用了一个转折语词 however 非常棒 然而 things didn't seem so easy as I had thought 事情 似乎并不如我以前所想的那么的简单 这个地方有一个重点 同学要学到 这个s didn't 是过去式 那用过去完成是表示 时间比较早 所以我之前还想说 太简单了 但是呢 后面事实上证明 不太容易耶 所以这个时间的先后 一定要特别注意 好 后半段是指 过去完成 时间比较早 那这边是过去式 时间比较晚 这个先后顺序要分清楚 再来 这个是一个片语 after working for a while after working for a while 这个是介细词片语 那么after 它可以当介细词 后面就接ing 但也可以当连接词 那连接词 后面就会接出主词 动词 那写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词性会改变 所以我们看到 有很多的那个动词 它本身又可以当名词 那当动词 又可以当集物动词 又可以当不集物动词 所以搞得大家很乱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有靠 勤查字典 才能够 这个增进 这个对英文的知识 多查字典 就没有错 好 这个是介细词片语 I soon realize 我很快的就了解到了 了解到什么事情呢 嘿 了解到这个事情 就在这里 这个叫名词子句 好 How hard it was to be a farmer 要当一个农夫 多么的困苦啊 多么的辛苦啊 当农夫啊 很辛苦耶 那这个结构就是it 我们有讲过 那这个it就是形式上的主词 好 须主词 那这边to be 什么 哎 比较身份的 这个就叫真正的主词 好 到这边了 那写完了这个句子 它后面又插了一个句子 because 所以这个是大的子句 又包含小的子句 那么一层一层包过去 等你看到之后 你就乱成一团了 这里一共有几句 有三句 这是一句主要子句 那这一句连接词在这里 how hard how 这个叫名词子句 名词子句里面又包含一个小句子 那这个小句子的连接词是在这里 because 这叫什么子句 这叫表原音的副词子句 一直到这边 才全部结束 你看看 这句子蛮长的 写的很不错 他说 当农夫啊 太难了 为什么 因为I had to bend my back 我必须要弯下我的背 弯腰了 要弯多久的时间呢 for three hours 要弯三小时 弯下去 种高丽菜鸟 又起来 又再弯下去 要足足三个钟头 所以弯下去三个钟头 要干嘛 to put the seed in seed是种子 那种子发芽之后 那个幼苗 我们就叫seedlings 我们要把seedling 这个幼苗 put into the soil into就放到土壤里面 也就是我们讲的 种到土壤里面去 英文就是 put the seedling 什么的种子 of cabbage 我们要把高丽菜的种子呢 种到土壤里面去 描述得很清楚 我们要把高丽菜的种子呢